小手在水龍頭下 搓搓洗洗 天氣逐漸回溫 又到了腸病毒後發季節 為了避免病從口入 勤洗手成了防範基本功 而目前腸病毒疫苗研發 也有了新突破 國外院近年研發出一種 腸病毒疫苗滴劑 只要滴在鼻子裡 經由鼻腔黏膜吸收 就有保護力 你一旦投雨 它就可以在黏膜 形成一個免疫反應 大概50micron磁 滴定到鼻腔 一般來講是投雨兩次 所以你可以讓小孩子在 新生的過程中 他這種沒有負擔性的做投雨 就達到疫苗的效果 這款新疫苗涵蓋了腸病毒 七十一席 以及克殺其病毒 保護力可以達到百分之百 但目前只完成動物實驗 預計今年底展開人體 臨床試驗 最快五年後才有辦法上市 當我們打進去疫苗以後 小鼠打進去以後 六個月完全不做任何事情 之後呢 他一旦在被病原體感染的時候 他一樣有達到保護作用 老鼠六個月相當於人的年齡 基本上可以開不到十歲左右了 而目前還有另一款針對 容易併發重症的 腸病毒七十一型研發新疫苗 已經進入第二期人體試驗 最快明年底就會上市 我打疫苗的抗體都非常的高 而且幾乎百分之九十幾 快接近百分之 幾乎百分之百都會產生抗體 而且這抗體經過一年以後 還是持續相當高 所以這個疫苗應該是植子可帶的 上週高雄才發現 有間拖鷹中心 從去年十一月開始 陸續有四十七米 嬰幼兒感染腸病毒 而腸病毒疫情 將在四月開始升溫 勤洗手再施打疫苗 就不用怕腸病毒帶來威脅 記者 蝦文祥 蝦唯一 台北報導 不怕腸病毒